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啊 倒入看今天啊 换了身衣服 为啥呢 因为那衣服洗了啊 原来是这 精英商务风 现在换成了低调田园风 反正凑合看吧 好咱们接着讲原重换 这上回啊咱们讲了 这努尔哈赤啊 瞬间获得了大量的地盘人口 在那治理内政一通操作 反正长得个鸡飞狗跳 在这段时间呢 孙承宗带领着袁冲换 打造了一条坚实的官宁防线 其实这段时间啊 在京城 大明的朝廷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最大的变化 就是魏忠贤的燕党 崛起了 这魏忠贤燕党怎么回事 咱这不详细多聊了 之前魏忠贤系列 已经讲得非常细致了 在天启四年的六月 也就是袁冲换这宁远城啊 刚刚修成的时候 东林党的领袖 杨连 上书弹劾魏忠贤 二十四款大罪 标志着燕党跟东林党 正式开战 那这时候 你说这孙成宗 他算是哪头的呢 孙成宗啊 严格来说 他不算是东林党人 但是呢 他跟东林党的这些代表人物们 都关系密切 所以呢 应该算是东林党这头的 那自然呢 燕党的人 就对孙成宗啊 进行了白班的弹劾和诋毁 啊 说孙成宗啊 把辽东 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排除一己贪污军想 孙成宗呢 为了这个 不受你们这气 多次的上述请辞 这在当时啊 只是官员们 常用的一个招数 啊 你弹劾我 我怎么证明自己清白啊 我辞职 哎 我不干了 这个呢 当然多次都被天启皇帝 给挽留下来了 下面呢 咱要说一个人 山海关总兵 马世龙 这位你看 山海关总兵 这是孙成宗的手下 严格来说 应该是孙成宗的心腹 所以自然呢 也受到了燕党们 特别的关注 在天启五年的九月 马世龙遇见了一个人 是从后金的占领区 逃回来的这么一个声援 叫刘伯强 这刘伯强啊 跟马世龙报告 说我呀 告诉您一个重要情报 啊 现在后金的耀州 防守空虚 耀州是哪啊 就是咱们今天辽宁的营口那一带 说当时后金啊 这兵力大概也就三四百人 而且呢 耀州群众基础非常好 当地的汉人呢 都恨透了后金 所以只要您派兵突袭耀州 到时候当地的百姓里应外合 咱就能把耀州给夺回来 而且呢 这耀州啊 有这么一个大人物 努尔哈赤的四儿子 四王子汤古代 正在耀州 咱要是再把他抓住了 那绝对是大功一件啊 这个对马世龙诱惑太大了 你想自己自己的老领导孙成忠 带自己饱受燕党的各种诋毁 我们这儿呢 这关凝防线是修的挺好 但是呢 胜仗基本上没有 我们要是这回收复了耀州 再拿住了汤古代 这立下大功 以后我们再面对燕党的诋毁 是不是这就底气硬多了 于是呢 马世龙立刻派前锋营副总兵 还有参将李承仙率兵偷袭耀州 这偷袭的部队啊出发了 要到耀州呢 得过河 过这三叉河 结果呢 跟水军啊没配合好 这陆军到了呀 水军没来 没来没船渡河 赶紧四处找船 哎 找到了六艘小渔船 可是你想吧 靠这六艘小船 要把这部队渡到河对岸去 那来来回回那里跑好多趟 哎 弄得动静挺大 宣静于河 在那吵吵闹闹 这样就惊动了厚金 于是呢 后勤发现了要来偷袭 早早的布下了埋伏 等到明军这边啊 过得岸去 再往前到耀州 果然钻进了人家的埋伏圈 结果被杀的大败 明军这边呢 赶紧撤退 撤退到柳河口这个地方 最后李承仙被杀 鲁指甲呢 先是被打成重伤 然后投河自尽 史称这一场战斗叫柳河之败 这其实啊 这场是虽然打了败仗 但是呢 这规模不大 损失兵力四百 但是呢 可是让燕党逮着机会了 哎 你们这儿老是修防线也不打 你没事 我们还先给你编排点事来 现在你打了败仗了 哎 这个呢 燕党对这场败仗是大肆的渲染 说这柳河之败啊 丧将士数万 两马数千 关门 胆息不薄 连深海关都危险了 啊 短时间内 崇祯皇帝 啊 是崇祯去了 天启皇帝 就收到了几十封弹劾马世荣 弹劾孙成宗的奏折 这一下啊 孙成宗是新回忆了 哎 我这么大岁数了 在辽动 偶心沥血 哎 还饱受你们的诋毁 干脆不干了 第十四次向天启皇帝提出了辞职 也不知道这回啊 这是魏忠贤的运作 还是天启皇帝的本意 反正呢 孙成宗的辞职被批准了 于是在天启五年的十月 孙成宗离开辽东 告老还乡 回老家宝顶 吃驴肉活上去了 所以啊 你看 这奴儿哈赤啊 绞尽脑汁 没有办法对付孙成宗 但是呢 在明朝的大人们 那有的是办法 啊 要不怎么说 这坚固的堡垒 他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于是袁忠焕 送走了孙成宗 他当时啊 应该没想到 这是在辽东 唯一一位 信任他的领导了 孙成宗走了 谁来主持辽东的工作呢 兵部尚书高帝 皇帝命他 做下一任的辽东经略 这高帝啊 不想来 啊 这辽东经略 那可是个危险岗位啊 目前这几任 下场最好的是孙成宗 黯然辞职 其他的 死的死 被下狱的下狱 所以自己不想去 于是呢 这高帝啊 是燕党成员 就去求魏忠贤 是叩头其勉 给魏忠贤磕头啊 磕得跟不要钱似的 就请求您给我换个柴使 我不去辽东 魏忠贤不同意 这辽东经略 这么重要的岗位 这必须是咱自己人呢 逼着高帝就去了 其实啊 这高帝是不是燕党 这个一直都还有争议 你比如说高帝 他不是这兵部尚书吗 谁推荐他做兵部尚书呢 是燕党的骨干 魏广卫推荐的 你要这么说 这高帝肯定是燕党 可是呢 就在几年之后 天启驾崩 崇祯上台了 崇祯一上台 就大力的清理燕党 那得先列个燕党的成员名单吧 大伙给梳理 梳理出来这么四五十人 崇祯说 这绝对是少了 啊 燕党怎么可能这么少人呢 于是层层的加码 梳理来梳理去 这名单多出来五六倍 成了二百五十八人 可是就是这么传 全的一份名单里边 也没有高帝的名字 所以有人说高帝 他根本不是燕党 这呢 咱也不定性 不管高帝是不是燕党 反正呢 他去做了辽东经略 这高帝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自己呀 不是打仗的料 没有什么军事才能 对这也不感兴趣 不像袁冲冠 天天想着打仗 我要去辽东 高帝不想去 等到了辽东一看 哇 你们修这防线 先修这前屯卫 再修宁远 然后修什么锦州大灵河 这一步一步往前 你再修 再修咱这城池 就贴奴尔哈赤脸上了 这不是招惹人家吗 不行啊 关外军队要全部撤回 重兵驻官 共土防守之策 这兵力还收缩回山海关外 这当时关外是个什么景象啊 在孙成松的主持下 袁冲万等等众多撩动的官员 大伙共同经营四年 当时的关外啊 已经恢复了大城九座 谱四十五座 练兵十一万 里车营十二 水营五 火营二 前锋 后进营霸 造甲昼器械弓石炮石 驱达鲁顿之巨 和数百万 拓地四百里 开吞五千禽 岁入十五万 这岁入十五万是一年 守十五万弹粮食 这形势啊 已经很好了 这时候你一句话 撤了 大伙四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那能答应吗 当时的锦幼粮屯通判 叫金启宗 就跟袁中焕写信 说锦幼大陵三城 借前锋要地 打入看地图 锦州大陵和幼屯位 这是这道关宁防线 最前锋了 如果这时候 咱放弃不要了 继安之民术 复拨迁 已得知封将再沦没 关内外 砍几次退守 咱好不容易 聚龙的百姓 又要遣散 好不容易收回的疆土 又要拱手让人 这辽东啊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袁中焕 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啊 袁中焕想高地抗争 说 这锦幼一带 就是锦州啊 幼屯位啊 这一带 我们既以安设兵将 藏械梁料 部署听官 安有不守 而撤之礼啊 锦右洞窑 则宁前震惊 关门 一失保障 这锦州右屯位这一带 咱要是撤了 宁远 前屯位 也就不安全了 连山海关 都失去了保障 所以啊 咱们老这么退让 让之又让 早晚会 让无可让 而且呢 咱现在形势挺好啊 只要您 则良将守之 必无他虑 反倒是我们 如果主动撤退 这是向敌人示弱 到时候啊 非但东奴 不光是后金 奴尔哈赤 他们瞧不上咱们 连现在 跟我们还算友好的 蒙古部落 都会轻视我们 所以啊 兵不可撤 城不可弃 民不可疑 田不可荒 这高地一看啊 哎呀 这袁大人 慷慨激昂 啊 这个很有情怀 可是呢 你可能是没听清 本经略的将领 啊 老说什么 不能放弃 锦州幼屯位 我们不止放弃 锦州和幼屯位啊 连这宁远 前屯位 我们也要放弃 都收缩到 山海关之内来 这一下 袁崇幻愤怒 袁崇幻说 我什么官职啊 宁前道 哎 宁远前屯位 就是我的管辖范围 我宁前道 定与宁前 共存亡 如果从宁前撤兵 我宁前道 和我的本部兵马 绝不入关 独卧孤城 以当卢尔 哎 我们独卧孤城 来挡住后金 高地一看 哎呀 这早就听说 你袁大人 是个有胆子的 没想到呢 还是个死心眼 哎 那好 众家将官 随本经略 退守官内 咱就让袁大人 独卧孤城吧 优优独卧孤城